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 你有没有发现web3总是让人又爱又恨 同一个地方有人一夜暴富 也有人血本无归 有人说他是黄金屋 也有人骂他是垃圾场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极端的两面呢? 关键就在于一个根本性的不同 在传统的互联网里边 你要上线一个app 必须经过苹果或者是谷歌审核 他们是守门人 决定你的创意能不能和最终的用户见面 而在web3的世界里边 这一道门槛彻底的消失了 任何人只要你写好一个智能合约 交一笔手续费 就能够直接上线一个dapp 全世界的任何人马上就能够用 没有审核,没有审批,没有守门人 这意味着他可能是天才的创意 也可能是赤裸裸的陷阱 这个就是web3和传统软件最大的区别 它被称为一场无需许可的革命 顺便说一句 如果你对智能合约还不是很了解 没有概念 建议你去先看一看我之前的一期试笔 智能合约如何改变世界 它会帮你更好地理解今天的内容 那么为了帮你在这片荒野里边找到黄金 而不是被收割 今天我们就来聊三件事 第一呢 这种无需许可的机制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二 它为什么既能孕育黄金物 也能够变成垃圾厂 第三 作为一个普通人 如何少踩坑 多淘金 我们先来看看你熟悉的互联网世界 你辛辛苦苦写了一个APP 想上线到营用商店里边 必须先交给苹果或者是谷歌审核 他们会看到你的代码隐私条款 甚至界面的设计 如果某一个小小的细节不符合要求 你的作品就有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用户 这个就是典型的围墙花园 环境里边很安全 整齐有序 但高墙之外的创意全被挡在门外 而Wipe3的世界里面则完全不同 它更像是一片没有围栏的数字公海 在以太坊上 不管你是硅谷的工程师 还是说非洲小镇的一个学生 只要写好一份智能合约 支付一笔gas费 就能够直接的部署到区块链上 没有人会替你审提 没有公司会阻拦你 一旦上线 全世界的任何人都能够计时的访问和使用 这个就是无需许可的真正含义 它把创作和发布的权利 彻底交还给了个体 在这样的公海里边 有人造出了能够改变世界的灯塔 也有人布卸了吞虐一切的陷阱 你可以想象一下 几位匿名的开发者 甚至可能还在读大学 用Solidity写下了几百行的智能合约 就能创造出一个能和全球用户 实时交易的金融系统 比如说Uniswap和Hype Liquid 它全年无休 不需要注册公司 不需要银行的牌照 也没有人工客服 但全世界的任何人 只要你有一个web3的钱包 就能够随时随地的交易 甚至还能作为流动性提供者 赚取手机费的分成 在传统的世界里边 这种营用几乎不可能存在 再看NFT和创作者的经济 过去呢 艺术家你想要卖作品得依赖画廊和拍卖行 中间环节层层抽成 但在web3的世界里边 它只需要部署一个智能合约 就能够把作品直接卖给全球的粉丝 更重要的是 版税规则写在代码里边 无论作品被转手了多少次 艺术家都能够自动地拿到分成 这个相当于给创作者一份永久的合同 打破了几百年来 艺术市场的一个旧的秩序 无需许可的力量 在这个里边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好点子 不再需要贵求大平台的批准 任何人都有机会 把创意直接带到全球的舞台上面去 但硬币的另一面也同样令人深刻 当大门向天才敞开的时候 黑客和骗子同样也不请自来了 因为在web3的世界里边 无需许可 往往也意味着无需负责 最常见的骗局就是所谓的rump 地毯是收割 你在地毯的一头站得好好的 它在另外一头 冷不丁的使劲这么一抽 结果呢 你摔了一个大跟头 开发者推出一个光鲜亮丽的项目 吸引了无数的用户投入自己的资金 可在某一天 他们突然关闭所有的功能 利用合约里边的后门 把资金一夜卷走 用户呢 打开自己的web3签包 看到的只有即将归零的代币 这个就像批修盘 代码里边写死了规则 只能买不能卖 结果就是 你被困在了笼子里边 困在了密罐里边 眼睁睁的看着 财富就在那里边 我这个钱包里边 明明有100万美元的代币 注意是代币 但是你根本取不出来 兑换不成稳定币USDT或者是USDC 而即便初衷良好的项目 也并非绝对的安全 在无需许可的环境下 一个微小的漏洞都可能被黑客 无限的给放大 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失 不同于传统的互联网 出现问题的时候 可以紧急的关停 中心化的大名单 可以一键关停这个服务 但离二上的代码 一旦部署就无法撤回 黑客主需要一次的成功 就能够让整个的项目轰然倒大 在传统的世界里面 作恶呢 你至少还有法律来兜底 但在区块链的世界里边 唯一的法律就是代码 如果你看不懂代码 就像在枪林弹雨里边 你赤手空拳的通了出去 随时都有可能中弹 那么问题是 我们该如何看待 这种并存的两种极端 在我看来 所谓的垃圾场 恰恰是通往黄金屋的入场圈 听上去很残酷 但历史往往就是这个样子 想想19世纪的 美国西部的淘金热 那片土地上 吸引了无数的怀揣梦想的人 有人呢 想一夜暴富 写下了传奇 但同时 那个里边也充斥着 欺诈 火拼 和血腥的掠夺 正是因为 缺乏成熟的秩序 才给了普通人 一小博大的机会 今天的web3 就是一片数字西部 没有边界 没有规则 充满了风险 与不确定性 可也正因为如此 无数的普通人 才有可能在这个里边 尝试创造属于自己的机会 黄金的与垃圾 本来就是一体的两个面 你不能只想要自由与财富 去拒绝承担背后的混乱与风险 那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总不能真的说 披着牛仔帽 赤手空拳的闯进这边 数字的西部吧 想要少踩坑 多找到黄金 记住这三条生存法则 第一是认准审计 尽量使用那些 经过知名机构 审计过的合约 审计报告就是让你像 项目里边的体检单 能帮你排除掉不少的 低级的骗局和漏洞 第二是只用闲钱 永远不要把生活里边的 大钱贷款的钱 甚至全部的积蓄 全部给他丢进去 在加密的世界里边 最常见的悲剧就是 有人all in 结果呢一夜归零 除了某些非常非常非常 幸运的人比如CZ 当初甚至把上海的房子 都给卖了 all in比特币 但是他这样的成功 是极少数的案例 所以说最聪明的办法是 只用完全输得起的钱 在你还办懂不懂的情况下 把它当成一场探索的游戏 第三呢是学会看链 区块链的浏览器 比如EtherScan 这个就是你的防身武器 哪怕你不懂复杂的代码 也能学会一些基本的判断 比如查看合约 是否开源 是否有异常的交易记录 这个就像你出门前 戴上手电筒 至少你能够看前 你脚底下的这个路 在加密的世界里边 你的认知的深度 就是你最好的护城河 那么未来的web3会不会 一直是这么乱去 答案是不会 你不要忘了 互联网的早期也是一片荒满 那个年代充满着病毒 流氓软件 垃圾广告 甚至很多人怀疑 这种东西 真的能走进千家万户 走进普通人的家庭里边去吗 可随着杀毒软件 搜索引擎 支付系统的成熟 垃圾 逐渐的被清理掉了 留下的都是今天支撑我们生活的巨头和基建 web3也会走同样的道路 随着审计工具 去中间化的保险 链上信誉系统的完善 骗局和漏洞会逐渐的被过滤掉 真正有价值的创新会越来越闪耀 无需许可的革命 不会停止 它的终极目标不是说制造混乱 而是建立一个有代码和数学保证规则的新秩序 而不是依赖人性和权力来裁决 换句话说 今天的混乱 正是未来秩序的必经之路 所以web3是垃圾场 还是黄金屋 答案取决于你 取决于你是否有学习的耐心 是否有辨别风险的意识 是否有拥抱变革的勇气 另外呢 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里面 也有一个专门的骗局揭秘的播放列表 里面既有真实的骗术案例 也有实用的防骗工具 欢迎去看一看 让你至少对这些骗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能够保护自己 好的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 帮你看到了这个硬币web3硬币的两面 请点赞订阅加密星球 同时呢 我想听听你的故事 在web3的世界里边 你有没有逃到过黄金 或者也曾不幸的踩过垃圾 欢迎在评论区里边留言 也许你的经历 能成为别人最宝贵的提醒 如果你想聊得更深入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discourse社区 吃瓜群众资质市 入口呢 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里边 在那里 你会遇到和你一样 对未来金融世界充满好奇的 小伙伴 好的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再见